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,无论是任何一个领域的运动员,生涯最终都逃不开退役二字,毕竟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,球员的身体已经无法承受高强度的训练,因此大部分球员都会选择在40岁左右的年纪,退役享受自己的人生。 但是,NBA中却有这么一些球员,他们退役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年龄或者伤病,甚至有些球星的退役理由只能用奇葩来形容。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NBA中的奇葩退役理由吧。 作为十年首轮,十五号秀,桑德斯在星秀时期,就曾单场送出,实际大茂震惊联盟。 熊鹿在星秀合同结束后,就为他送上一份四年,4400万美元的大合同。 但在合同刚执行没一半,桑德斯就要求熊鹿裁掉他,理由,竟是为了改行去写诗。 这位从星底里追寻艺术的男人,在被熊鹿裁掉后,就宣布退役,放弃了两千多万美金的薪水,去写诗画画。 可能每个人心中的活法都不一样吧?斯普雷维尔这个名字,想必大家都比较陌生。 但是说起他的绰号,狂人不少人,就会恍然大悟。 这位球员十七层赶,掐住教练脖子的狂人,最出名的一件事,无疑适合森林狼,索要千万年薪了。 当时的狂人和狼王加内特,外星人卡塞尔,组成森林狼三头怪,并一路杀入西绝。 而在狂人合同到期后,狼对老板,念及狂人的贡献,给他送上一份三年,2400万的养老合同。 可是狂人,丝毫不领情,并对老板说出那句,没千万年薪,无法养家糊口,的狂言。 随后试水自由市场的,他也没拿到想要的薪水。 这位狂人,便因此被迫退役了。 众所周知,NBA每年都会有,41场课场比赛。 而由于有些球队,横跨地域过于遥远,因此乘坐飞机出行,便成为NBA,球员最普遍的交通工具。 不过,2012年,进入联盟的新秀罗伊斯·怀特,尽管天赋一比,但却有一个,重大的心理问题,那就是,他不敢坐飞机。 这项重大的心理疾病,也让他在NBA打了三场比赛,就早早退役。 而要说NBA,哪一位球员的退役最随便? 那么除了乔帮主,我实在想不出第二个人。 1993年,公牛拿到第一个三联罐后,因为父亲的去世,乔丹便宣布退役改打棒球,并在记者会上撂下一句,我觉得打篮球,对我来说,已经没什么挑战了。 而在1998年,公牛拿到第二座三联罐后,乔丹再次宣布退役,这次的理由,竟然是,他只为禅师,一位主教练打球。 两次拿到三联罐立刻宣布退役,甚至即便是98年,乔丹依然是,联盟中最好的球员。 这真的是,将退役看得太随便了。 I quit, 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